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 弓匠的裝備 究竟如何才能高輸出 或者刷MVP 或者你的輸出可以做到最後一擊 成為MVP 那我們就推薦血虎吧 為什麼血虎會推薦呢 其實它的攻擊首先非常高 如果是玩AL 即是幸運和靈巧 你到了90的時候 幸運到了90 攻擊就會加100 如果靈巧到了90以上的話 金錢攻擊的傷害就會加40% 除此之外 精煉到加5的時候 金錢攻擊的傷害會加10% 精煉到加10的時候就會加20% 加15的時候就會達到30% 即是意味著這把血虎的金錢攻擊 配合金錢攻擊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所以是極度推薦的 這套裝 首先最重點就是血虎 這套裝的精華是血虎 另外的裝備是短絕 另外的裝備 我們來講講血虎如何製作 製作方法就是獸人村可以製作 製作的材料是獸人戰士之症35個 血色之輪2個 死人骨80個 還有胃眼350個 其實這套裝是否易說難呢 也很難的 但如果玩到最後期 還是以最後期成為目標的話呢 這套裝這套裝是最值得值 因為金錢攻擊 雖然用錢 但你輸出這麽高的時候 最後才需要用20至30下 其實是價值的 如果你拿到MVP的話 攻擊武器就講完了 另外一些重要的靈魂裝備 就是八爪斗盆 那麼伯爵斗篷為何 鐵匠、神、弓匠都需要呢? 其實你的攻擊... 如果你有這件裝備 攻擊時會忽略物理防禦15% 令你打得更痛 打多屎的時候 或者打普通怪也可以 這件裝備其實防禦會增加31% 如何獲得呢? 其實就要打92的愛麗絲女卜啦 或者交易鎖到頭都可以的 這件裝備的獲得方法和效果啦 另外一件裝備是副手的玫瑰手足 最重要的這件裝備是你升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長眉肌的腕輪啦 它的效果就是加31%防禦啦 之餘最重要的是忽略物理防禦25% 加上剛才那件裝備已經有40%了 這兩件裝備真的相當不錯啦 加上的話... 製作方法非常簡單 只需要到伊斯德魯島製作一個玫瑰手足 然後你升到最後 即是結尾的時候 它就會成為長眉肌的腕輪啦 對啦 那就非常容易啦 那我們來到下一件裝備 其實就是冰玫瑰戒指 即是花戒指 它前身 究竟要怎樣做呢 其實獲得的方法就是修復獵鳳啦 除了修復獵鳳 大家也可以去交易所買 現在其實只是30萬 30萬鬆一點而已 當你升上去的時候 材料當然不止啦 對啦 升到最後就會成為冰玫瑰戒指 冰玫瑰戒指 其實也不是太貴的 那為何會推薦這隻戒指呢 因為它加攻其實也相當不錯 你看到物理攻擊48 精煉物攻也相當不低 還有就是物理攻擊加30啦 受到植物魔法攻擊減10% 裝備了就不會被植物系的魔物主動攻擊啦 但是你說最重要還是加攻的而已 來到我們下一件就是緊身便衣 其實相對我們這麼多件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在吉薰的製作箱上就可以製造到這個緊身便衣 那要它什麼呢 其實就是要它的靈巧和攻擊加% 加4% 這件緊身便衣其實不需要升到4格 即是不需要升到那麼高 只需要升到1、2、3升級 升到3級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為什麼呢 我們最主要其實是需要它加零巧 以及物理攻擊加% 令到我們的工錢、金錢攻擊更加... 更加向上推進啦 好了 我們說另外一件就是黑狐巷鏈啦 黑狐巷鏈就是可以有這個物理攻擊加66啦 還有就是可以用疾走啦 疾走其實可以提升速度100% 持續5秒的 對啦 其實如果有時候需要追擊敵人啦 那也可以用啦 但最主要我們是需要它的加66攻擊啦 對啦 這個取得途徑呢 其實就不是說真的很緊要很緊要 你也可以用其他真正加攻的來代替它啦 因為其實拿到的方法都不是那麼容易啊 如果是打這個俄賽尼斯啦 其實就會比較難的 對啦 這裝備比較難得到的 但是它的效果非常之好啊 它會加上這個疾走的技能啦 那我們到下一件也是最後一件啦 就是堅定戰虎 堅定戰虎的獲得方法啊 當然是可以修復裂縫啦 裂隙啦 還有是交易所啊 還有就是流浪之狼啊 流浪之狼其實就不算太難打的 那這件裝備也不會說在交易所太貴啦 那所以這件裝備也OK的 那它最重要其實就是幫你加生命啊 加那個生存率啦 因爲它來說其實適合鐵匠的就不是說真的太過... 太過多選擇啦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個堅定戰虎啦 可能有朋友有疑問啦 那頭飾那些怎麼辦啦 那其實頭飾那些實在太大量啦 那如果大家真的需要一些建議的話呢 會建議你是一些加攻的 對啦 加攻%的 減對方防禦的無視物理防禦的 對啦 或者卡片也是向這個加攻的 對啦 又或者是A 或者是L 這兩項的點數啦 對啦 今天就差不多說到這裡先啦 我們的鐵匠的... 鐵匠的裝備啦 對啦 推介啦 那接下來我亦會做很多不同的職業的裝備推介啦 又或者是技能加點啦 又或者是屬性點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又或者是讚好這條影片 或者是分享給你的朋友啦 那到這裡先多謝大家觀看啦 拜拜 archiv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